好了,首先呢,我们现在了解一下本篇课的生词部分 follow me给我读一下 第一个,旅行,ride 下一个,远足,excursion 受票员,conductor 警测,wheel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些生词 首先呢,先看第一个单词,ride 我们其实呢,应该很早以前小时候就学过这个单词 它是作为动词表示骑,对吧 比如说骑一辆自行车,可以说ride a bicycle 也可以说骑一匹马,rad a horse 在这里表示动作骑 搭乘可以用ride 好,那接着往下说 它除了作为动词表示骑,搭乘之外呢 还可以作为名词表示旅行 当然它除了表示这个骑着走的这种旅行之外呢 它还可以泛指各种旅行 好,比如大家看这个词组 take somebody for a ride 就是带着某人去旅行一圈,对吧 这里呢,可以表示什么呢 开车带着某人兜风 或者带着某人去出去玩 都可以用这个take somebody for a ride 在生活当中呢,同时它有一个衍生意 还可以表示欺骗某人 那本篇课当中呢,使用到它的是被动的结构 就是somebody be taken for a ride 什么意思呢 就是某人被带着去丢了一圈,是吧 溜达了一圈 好了,为什么呢 因为本篇课文这个故事非常逗 他讲的是什么呢 这个人要去这个Woodford Green这个地方 然后呢,但是他是这个第一次去这个地方 所以呢,他并不知道在哪下车 他就跟人家说服务员说了 说服务员说,好,那我到时候告诉你 结果呢,他发现这个突然一看周围没人 就剩他自己了 然后才发现走到了终点站已经过站了 是吧,所以就是被人带着溜了一圈 因此用的是taken for a ride 在这里呢,其实完整的结构应该是 somebody be taken for a ride 被带去溜达了一圈 好,就是关于这个 那咱们接着往下看下一个单词 excursion表示意思是远足 注意,它虽然感觉起来很像动作 但它实际上是一个名词 所以如果想说动作去远足 可以怎么说呢 可以说go on an excursion go on an excursion 注意excursion,原因开头 所以前面要用an excursion 好了,看下一个单词 conductor表示售票员 最后一个view 除了表示景色之外 它也可以表示观点,看法 比如说从我的观点来说 from my point of view 在这里view就是观点看法的意思 好,大家简单了解一下 好,以上呢 就是本篇课文的生词部分 非常简单 接下来呢 大家可以自己先去阅读一下 这篇文章 然后待会呢 我再给大家详细的进行讲解 Lesson 50 Taken for a ride I love traveling in the country But I don't like losing my way I went on an excursion recently But my trip took me longer than I expected I'm going to Woodford Green I said to the conductor as I got on the bus But I don't know where it is I'll tell you where to get off answered the conductor I sat in the front of the bus to get a good view of the countryside After some time the bus stopped Looking round I realized with a shock that I was the only passenger left on the bus You'll have to get off here The conductor said This is as far as we go Is this Woodford Green? I asked Oh dear said the conductor suddenly I forgot to put you off It doesn't matter I said I'll get off here We're going back now said the conductor Well In that case I prefer to stay on the bus I'm sorry Doing Don't to do 他们可以做定语 和做状语的情况 大家可能看这个术语 会觉得非常陌生 那我可以先来给大家 简单的回顾一下 我们之前在第21课 Not or not 是疯了还是没疯 就是讲我们家附近 有个机场 飞来飞去很吵的 那篇文章当中 我们就给大家讲过了 这个Doing和Don 他们俩都可以修饰名词 做定语 一个表示主动 Doing 一个表示被动 Don 对吧 好了 那他们俩除了在21课 讲过的修饰名词之外 我们刚才之前 也在49课当中 给大家讲过了 就是这个Doing Don't 他们还可以修饰一个句子 做状语 也表示主动被动 对吧 那唯一的区别 代表什么呢 就是当你修饰一个名词的时候 那你就挨着名词 叫做定语 当你修饰整个句子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可以在 整个句子的前后 这个时候 叫做做状语 但是其实做什么不重要 大家就需要重点掌握的是 它的这个作用 Doing 主动 Don't 被动 主动表示目的 就可以了 然后在这里 其实就是给大家复习一下 21课和49课当中讲过的 而且这还没完 我们其实呢 现在就是通过49课和50课 让大家不断的感受 非语动词有哪些用法 到了稍后的课文当中 我还会给大家详细的进行整理 我们先有一个感性的认识 再给大家整理成理性的认识 这是关于这个 那除了这个复习内容之外呢 本篇课文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关于逼语从据的省略 这个逼语从据的省略呢 其实它只要求大家能够看懂 能够应用就足够了 但是不要求大家深究 然后除了这些之外呢 本篇课文当中 还有一些常用的动词 包括一些一混小词 我们都会在课文和拓展当中 给大家一一讲到 这就是大概的主要内容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详细的看一下本篇文章 首先看第一句话 I love traveling in the country But I don't like losing my way 好 咱们先看前半句 I love traveling in the country 我喜欢在什么呀 在这个乡间旅行 注意在这里 有段书老师为什么用traveling呢 在这里呢 大家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 第一个就是什么呢 大家可以把它理解为这个词组搭配 想表示喜欢做某事 可以用love doing something love doing something 好了 在这里 不光是一个doing 同时呢 后面还加了一个in the country 限定了一些地点 喜欢在哪旅游呢 就是喜欢在乡间旅游 所以大家注意 当doing做成分的时候呢 有可能是一个doing something 再加上借词短语呀 这些用字负词修饰的 一个完整的词组 好了 那在这里呢 大家注意 第一个我可以把它理解为 一个词组搭配 就是love 后面接着doing something 这是第一种理解方法 还有第二种理解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咱们之前呢 在第二十课当中给大家讲过doing 是把动词加了给ng 变成了名词的形式 那既然变成了名词 就可以当名词用 那怎么当名词用呢 可以放在句首做书语 也可以放在动词后 做动词的宾语 所以在这里之所以用doing 就是因为它跟在动词后面 做宾语 因此变成了相当于名词的样子 所以呢 不管这个词组 大家是把它理解为love doing 还是把它理解为doing 当名词用 跟在动词后都可以 总而言之呢 其实两种理解方法 都是一个意思 只不过就是从两种维度 让大家了解这个句词的作用 稍后呢 我们还是给大家总结 这个doing到底怎么样来用 大家还是在这里先感受 接着往下说 我喜欢在这个乡间旅游 but I don't like losing my way 但我不喜欢走丢了 这里是一样的道理 like doing 喜欢做某事 那注意这个词组 losing my way 它的完整的这个结构是 lose one's way 丢掉某人的路 什么意思啊 就是迷路嘛 对吧 就是这个意思 我喜欢旅行 但是我不喜欢这个迷路 好 再来看下一句话 I went on an excursion recently I'm a trip to be longer than I expected 好 这里大家注意一下 想表示去远足 要用这个词组搭配 就是go on an excursion go on an excursion 好了 我最近去远足了 但是呢 我的旅行怎么样呢 took me longer 画上这个单词 took 我们待会重点的讲 表示花费 这个旅行呢 花费了我更长的时间 跟什么相比呢 than I expected 跟我预期的相比 花费的更久 那在这里呢 我想请大家看一下 这个结构 then I expected 为什么大家看这个呢 我们之前在第八课当中 就给大家讲过了比较集 大家呢 也经常会写一些 比较集的句子 但大家发现没有 当我们在写比较集的句子的时候呢 我们经常会写什么呢 我比你更高 他比他更漂亮 所以大家发现了吧 经常都是我跟你比 你跟他比 我们之间 几个人之间转圈比 对吧 这个比较集就写得太初级了 这个比较集呢 可以写得更高级一些 怎么高级呢 比较的对象可以多样化 也就是说 除了拿你跟我比 我跟他比之外 还可以拿什么呢 拿真实的状况 跟想象中的相比 在这里 then I expected 不就是跟我预想 预期的相比吗 就是这样来的 好 那再接日往下看 我最近去远足了 但这个旅行呢 花费了我更长的时间 跟我预期的相比 大家注意这个词 take表示花费 那说到这个花费呢 其实我们以前学过很多个单词 像什么spend呀 pay呀 这些词都可以表示花费 但是呢 每一个花费 它的具体用法都不一样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 先重点的说一下这个词 take这个词表示花费 请大家记住 主语不能是人 它可以是事 也可以是东西 都行 总而言之主语不能是人 对吧 它的前面 这个它的常用的结构 就是什么呢 经常会用 something take somebody sometime 就是某事 花费了某人 后面再接上一段时间 当然呢 你可以不接某人 你直接说某事 花费了多长时间 也是可以的 中间人可以不加 但总而言之主语不能是人 那比如说咱们看这个句子 这个句子啊 注意还可以多变 怎么多变呢 就是这个take这个词可以变 如果你想表示现在花费 你可以变成takes 或者动词原型take 你想表示过去花费呢 你可以变成toke 将会花费 will take 现在已经花费 可以用have taken 总而言之呢 这个take是可以改变时差的 关键看你想表达 什么时候的花费 好 那比如说大家来看这个句子 the recovery took her three years 哎 她受伤了 然后这个恢复 花费了她三年 这个恢复 the recovery 什么时候花费呢 过去花费 toke her three years 这个就是something take somebody some time 某事花费了某人多长时间 当然不一定非得列出来说 这个三年啊 五年啊 五天啊 不一定 也可以有一个累时间的表达 比如说这句话当中 my trip took me longer than expected 这里面这个longer 其实就是表示时间上的更长 所以呢 它也是表示时间 只不过是一个概述的说法 对吧 总而言之呢 大家进入这样几个要点 就是第一个 take表示花费 主语不能是人 可以是事 第二个呢 进入这个结构 something takes somebody some time 而且这个take 可以改变时差 好 那再接着往下说 咱们再提高一个难度 大家记住 英语的这个水平的提高 主要就在于多变 比如说这个词 take表示花费 那你如果想表示 某事儿花费了某人多长时间 不一定非得用something 还可以用什么呢 还可以用to do something 做主语 to do做主语 我们之前呢 就给大家讲过了 在第31课当中 就给大家讲过了 这个做主语 其实可以用doing 用to do都行 比如说这里 我们就以to do为例 to do something take somebody some time 有个人好像说 诶 怎么变成takes呢 因为to do做主语 相当于是一件事 因此要我们单数takes 当然你还可以把它变成 不同的词台 比如说过去花费 took 将要花费 will take 它是可以改变词台的 我就不多赘述了 那在这里大家注意一下 原来的是something 某事儿花费 这里用的是to do something 去做某事 花费了多长时间 可以用这个结构 那这个去做某事 to do做主语 我们在31课当中 给大家讲过了 去做主语呢 不光可以放在主手 还可以把它挪走 挪到哪儿去呢 可以挪到剧位去 这个时候前面 剧手不能空着 可以放上形式主语 it来占位置 就变成了 it takes somebody some time to do something 花费某人多长时间 去做某事 真正的主语 to do 形式主语 it 好 那咱们开始写这样的一句话 去劝说她这事 过去花费了我时间 十分钟 那去劝说她 应该怎么说呀 咱们先用第一个形式写 第一个形式写 可以讲什么呢 to persuade her 过去呢 took 花费了我呢 took me ten minutes 所以就变成了 to persuade her took me ten minutes 好 那再把这个句子 写到后面去怎么写呢 掉一个位置就完了呗 it took me ten minutes to persuade her 大家看这句子怎么变的了吧 注意 两种写法都可以 但推荐大家使用这种 it做形式主语的 因为这个在写作当中 it开头是加分点 好 那接着说回来 大家把这个句子呢 一个箭头 引到第五十四课去 这个其实就是从 五十四课当中的句子 来给大家改编过来 好了 那么来给大家总结 请大家记住了 它也表示花费 只不能是人做主语 可以是something 也可以是to do something 来做主语 同时还可以调整一下 to do做主语的位置 好了 关于这个花费 我们就说到这儿 那接着往下说 我喜欢旅行 但不喜欢迷入 对吧 然后呢 我去远足了之后 这个行程花费的时间 比我预想的要更长 好了 那怎么回事呢 咱们看一下这个故事的进展 I'm going to go through green I said to a conductor As I got on the bus But I don't know where it is 好了 我想去这个地方 是吧 我跟这个售票员说 当我一上车的时候呢 我就跟他说了 注意这个次数 上车呢 可以用get on the bus 那下车呢 get off the bus off 代表脱离了 脱离了不就下车了吗 对吧 我一上车的时候 我就跟他说了 But I don't know where it is 有同时觉得这个句子 顺序怎么这么奇怪呢 正常说他在哪 不是应该是用 where is it where is it 实际上说吧 那为什么掉过来 变成了where it is呢 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 no 急误动词 知道什么什么事 后面接的是一个 宾语从句 那在宾语从句当中呢 需要使用的是 陈述语句 我们在26课当中 讲宾语从句就说过了 所以在这大家注意一下 where it is 而不是where is it 原因就在于 陈述语句 主语在前 每语动词代号 所以是it is 好 注意一下 接着我一下看 我不知道在哪下车呀 那你看这个说法 还挺好心的 他说什么呢 I'll tell you where to get off answer the conductor 他说了 我会告诉你 哪下车 where 哪里 to get off 去下车 哪里去下车 你别知道这事吗 是吧 好了 那我没说老师 这个where to get off 这个结构挺奇怪的 为什么这个结构奇怪呢 因为它是源自于一个 宾语从句的省略 原本这条的完整形式 应该是 I'll tell you where you should get off where you should get off 这里呢 就是一个完整的宾语从句 但是大家会发现 有的时候呢 在说这个宾语从句的时候 其实主要的信息点 就是哪里 然后再说清楚去干嘛 所以其实没必要 把它非得组成一个句子 你可以直接简单的说 where to get off 就行了 对吧 好了 所以呢 大家会经常见到 宾语从句的省略 就是把一个完整的宾语 给它变成了 一问词加to do的形式 直击信息的核心 比如说我会告诉你 这个去做什么 what to do 我会告诉你 什么时候离开 when to leave 好了 我会告诉你 怎么样去做 I'll tell you how to do it 所以大家发现了吧 其实呢 用推出一文词加上去 do 这个编语从句呢 更简单一些 不用考虑实态 不用考虑语系 多容易啊 这种编语从句的成为形式呢 只要求大家能看懂就行了 那我在这里呢 给大家推荐一首歌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 叫做 Love out of nothing at all 这句话的歌词 非常非常非常的经典 因为出现了多处 给予从句的省略 看这里 I know just how to whisper 我知道怎么样的去 低声悄悄的说话 然后whisper And I know just how to cry 我知道怎么样去哭 I know just why to find the answers 什么意思呢 我知道哪里去找答案 And I know just how to die How to lie 怎么样去撒谎 I know just how to fake it 我知道怎么去假装 And I know just how to scheme 我知道怎么样去谋划暗算 所以大家发现没有 整个句子当中呢 其实出现了都是多处的 编语从句的省略 有的人说 这个歌词怎么听得这么熟呢 如果大家看过之前 就忘了是很久之前的哪一期了 我是歌手里面 林志炫唱过这首歌 叫做 Love out of nothing at all 还蛮经典 大家可以去搜一下 好了 来咱们接着往下说 这个编语从句的省略 大家简单了解 能看懂就足够了 而且使用起来很简单 好了 那这个既然这个说法员书 我告诉你下 什么就很容易了吗 他就踏踏实实坐下来了 是吧 I sat in the front of the bus to get the good view of the countryside 好了 在这里大家注意 我坐下来了 坐在哪呢 坐在车子前面 注意对比一下这两个词组 一个是in the front of the bus 一个是in front of 这句话呢 是来自于课文的第41课 讲我的妻子在一个帽子店里 是吧 一直在那试帽子也不走 这个丈夫觉得她很烦了 那大家注意看一下 这两个词组 发现没有很像 in the front of in front of 就差了一个单词 the 那差别在哪 大家自己体会一下 好了 先看这个 I sat in the front of the bus 我问大家 我坐在车的前面 是里面还是外面 那你想 谁坐车外头 是吧 你说我这个 买了张票坐公交车 我拿个扇把我吊在外头 是吧 这个怎么可能呢 肯定是坐在车的里面的前面 因此这个时候 强调在范围内部 所以加了一个the 里面的前面 而看这个 我的妻子呢 站在镜子的前面 那你说她能在镜子里头吗 那我就闹鬼了 是吧 所以肯定是在镜子 外面的前面照镜子 因此用什么 in front of 所以它们俩差别在于 一个是内部的前面 一个是外部的前面 那我给大家提个问题了 如果说 教室的前面有一个树 应该用in front of 还是in the front of 教室的前面有一个树 那很明显 教室的前面有一个树 树如果长在教室外的话 因此应该用哪个 in front of 那如果说 所以老师我站在教室的前面呢 这个教室前面 老师站在教室里头吧 应该用in the front of the classroom 所以大家会发现 中文当中呢 在教室前面 就容易引起起义了 对吧 但是大家一理解 意思就会发现 内部你就用得 外部就不用 就可以了 好 那咱们再看这句话 I sat in the front of the bus 我坐在这个车子前面 干嘛呀 to do 表示目的 修饰整个句子 我坐在车子前面干嘛呢 目的就是为了获得 好的景色 乡村好的景色 所以目的就是为了看景 所以在这里 to do 修饰整个句子 叫做做壮丽 但是呢 大家记住 不需要纠结 你只需要知道 它表示目的就行了 那我同学老师 你凭什么说 这个to do 是修饰整个句子呢 那我说它 I这个名字bus 那为什么就不能 修饰这个bus呢 大家看看意思搭配嘛 你能不能说 这个公交车的目的是 去看景啊 公交车会看景嘛 是不是 所以在这里 大家会发现 在这里为什么说 这个to do 不是修饰这个名字 而是修饰整个句子呢 因为意思搭配不一样 这里呢 它很明显 修饰整个句子 说的是谁看景啊 是我去看景 针对整个句子的主语来说的 因此它是修饰句子 所壮丽 表示目的 好 那接着往下说 再来看下面这个句子 它这个坐在车的前面 是吧 坐了一会儿 说怎么样呢 looking around I realized that I was only passenger left on the bus 那在这里 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句子当中说 我意识到 我是车上唯一的乘客 那我是怎么意识到的呢 我是看了一眼周围 那我问大家 这里为什么用looking around 因为首先 look around 大家看见 加了个多号隔开了吧 加了个多号隔开的话呢 往往都意味着 它是修饰整个句子 注意 虽然刚才那个没多号 但它也是修饰整个句子 我们是根据意思判断的 所以有的时候有多号 就是没有 有多号的看起来更简单一些 所以在这边 这个looking around 加了个多号隔开 你就知道了 它肯定修饰后面整个句子 因为很明显 look around 前后也没什么名词 为它修饰 是吧 那在这里呢 它修饰整个句子 那它表示主动还是被动啊 很明显 doing是表示主动的 也就是说 它是修饰 我意识到了生成事 我怎么意识到呢 我是主动看了一眼周围 然后就意识到 所以在这里这个looking around 实际上就是一个doing的词组 修饰整个句子 所状语 表示什么呢 表示这个主动看 好 那我发现了 我是车上唯一的乘客 什么乘客呢 left on the bus 那我想让大家 在这里一个left 表示主动还是被动啊 我们说过嘛 doing主动 但表示被动 所以在这里down 过去分词 left表示是被动 被拉在车上 那说谁被拉在车上的呢 很明显 应该是修饰前面这个passenger乘客 我是被拉在车上的 本义的乘客 所以在这里 它就是修饰一个名词 做定语 所以通过刚才这个句子呢 我想让大家知道 这么两件事很重要 哪两件事呢 第一件事就是记住 doing 主动 not 被动 to do 表示目的 它们三个出现的时候呢 分别表示不同的含义 主动被动目的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有同学中老师 我分不清楚定语状语怎么办呢 我教大家一招 你先别着急分清楚定语状语 你先分清楚他修饰谁 那我怎么着修饰谁呢 你就看 一般情况下呢 两种选择 要不然就是就近修饰这个名词 要不然呢 就是修饰整个句子 那很明显在这里这个left 被拉在车上的 很明显是修饰前面这个名词乘客的 那他就修饰这个名词呗 那这里这个to get a good view 很明显他跟这个 前面这个名词bus不搭 那他就不修饰这个名词呗 对吧 那不修饰这个名词是谁啊 对不对 当然还有更简单的办法 如果豆豪隔开了 那就肯定修饰整个句子了 那我回头老师 我为什么需要判断是修饰名词 还是修饰句子呢 因为其实修饰名词 这个时候呢 英语的术语当中就叫做定语 而修饰整个句子呢 就叫做壮语 但是跟大家说句实在话 在英语的使用过程当中呢 其实大家知道它叫什么名字 定语还是壮语并不重要 关键是大家得看到一句话之后 知道它修饰谁 这样大家才能够把意思看懂 这个很重要 明白了吧 所以咱们就可以采用什么呢 究竟修饰 再加上意思搭配的排除法 来作为判断 当然还给辅助标点 是不是 只是关于这个 好了 所以这两句话当中 集中在一起出现了三种不同的意思 我们稍后呢 感受完了之后 我们会在后面的课程当中 给大家专门的进行总结 注意 这仨是有的修饰名字的定语 有的修饰这个句子的状语的 它们都不是作为语的 因此它们都属于非语读动词的行列 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内容 我们从49课 感受到了第50课 后面还会不断的感受 一直到 大家能够感受清楚了 我来给大家总结为止 好 那咱们就先说到这 大家先记清楚 我说的这两方面含义就行了 Doing主动 但被准处的目的 然后要知道 它到底是修饰名字 还是修饰句子 就可以了 好 那咱们接着往下看 这个往旁边一看 发现车上就剩我一个人了 是吧 我是被拉在车上了 那怎么办呢 这就是说明员来了 You have to get up here The conductor said 说明员说了 你必须得在这下车了 Have to do something 表示必须不得不做某事 你得在这下车了 This is as far as we go 为什么要下车了 注意这个结构 As far as 我们在第32课当中 给大家讲过 As as 缘起比较 表示和什么什么相比 一样 和什么相比呢 和我们走的相比 一样的远 什么叫做和我们走的相比 一样远呢 换句话来说 就是我们最远就走到这了 再远就不走 和我们走的相比一样的远 就是最远就走到这了 那言完诗就就到终点了 是吧 那你就得下车了 这个时候我就问了 Is this with green 这是 with green这个地方吗 I asked 我就问了 Oh dear 天哪 Sed a conductor 这个商费员说了 突然说一句什么呢 I forgot to put you off 我忘了放你下车了 人家不是说他要告诉他吗 结果他给忘了 然后大家注意看这个结构 这个关键的小词 forgot 原型是forget 那这个forget呢 既能接doing 又能接to do 而且意思完全不一样 所以在这给大家区别一下 如果是用forget to do something 表示的是忘记 去做某事 也就是说这个事没做 压根就忘了 而如果要是forget doing something 他表示的意思是 忘记做过了某事 已经做完了 但只不把做过这个事 没想起来 所以呢 注意如果用to do 是压根没做 如果是doing的话呢 是做完了 但只不把做完这个事 给忘记了 那再回头看这句话 给大家看 这个forgot to put you off 到底放没放你下车 做没做 forget to do 表示的是忘记了去做 压根就没做 所以就没下车嘛 就把他带走了了 然后这个人还挺好脾气 他说什么呢 it doesn't matter I said I'll get up here 没关系 那我就在这下吧 挺善良的一个人 很好说话 We're going back now 说conductor 出版人说了 我们正要回去呢 他想了一下说 well in that case 如果那样的话 I prefer to stay on the bus I answer 那那样的话怎么样呢 我更愿意待在车上 那你想自己腿回去 还是跟车回去 当然跟车回去啊 所以更愿意做某事 可以用prefer 好了 那在这里呢 本片段的主要内容 就讲完了 那在这个本片段的最后呢 想给大家补充一个词的用法 就这个单词prefer 关于这个单词prefer呢 大家需要这样 记住这样几个要点 首先呢 第一个就是注意读音 不要读成prefer错了 它的读音在后面 读成prefer prefer 好了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呢 要注意它的拼写 当它变成过去是过去分词 这个时候呢 需要双写R再加一D 好了 这是第二个要点 还有第三个要点就是什么呢 这个单词的意思 它表示的意思是 更喜欢做某事 它相当于like better 更喜欢 那既然它表示 更喜欢做某事呢 所以它后面 常常接上一个东西 来表示它的这个喜好的趋向性 那在这里它说了 I prefer to stay on the bus I prefer to stay on the bus 什么意思呢 我更喜欢 待在车上 也就是说 我不想走回去嘛 所以表示更喜欢做某事 它后面都会接上一个 它的更愿意做的一个趋向性 好了 那有个说 老师 那这个你说完了 读音要注意 中音在后面 然后双写R是吧 然后表示更喜欢 那这单词就讲完了吗 没完 这只是开始 既然它表示更喜欢 大家注意 它后面接的结构呢 有两大类用法 第一大类呢 我就直接一样东西 表示我更喜欢的是什么 好了 还有第二大类用法 就是什么呢 它后面可以接两样东西 表示更喜欢这个 超过那个 而把比较的对象带上 好了 那这个到底怎么接呢 有多种接法 我给大家一一说一下 好了 首先呢 咱们先说它接一样东西 就是只说结果 更喜欢谁 只说更喜欢的 不说跟谁比 这个时候呢 prefer 后面可以接什么呢 可以接名词代词 比如说 I prefer coffee 我更喜欢咖啡 是吧 I prefer English 我更喜欢英语 是吧 不说跟谁比 咱们就说结论 更喜欢谁 可以接名词 或者接代词 好了 还可以接什么呢 doing something 比如说 我更喜欢学英语 I prefer studying English 好了 那如果想表示 更喜欢做某事呢 除了用doing 也可以用to do 它们俩没有任何的区别 都一样 还可以接上一个从具 表示更喜欢什么什么事 都可以 好 那这个如果呢 我想接上比较的对象 怎么办呢 我说更喜欢这个 甚至那个呢 可以怎么接呢 可以加上to 要是比较 所以这里就可以变成 prefer名词 to名词 比如举个例子 我更喜欢咖啡 胜过茶 那句数你可以说 I prefer coffee to tea 那同学老师 prefer A to B 到底是更喜欢A 还是更喜欢B 这个特别简单 大家想一个问题 生活当中 你更喜欢谁 或更喜欢什么时候 你是愿意离他近点 离他远点 那还用说吗 肯定是离着近的 所以prefer 后面挨着这个名词 是更喜欢的 而to后面接的词表 是比较的对象 所以这里就是 prefer coffee to tea 就是更喜欢咖啡 生活茶 所以to后面接的是 比较对象 而前面的是更喜欢的 那如果说 更喜欢做这事 生活那事呢 就可以用prefer doing to doing 比如说更喜欢 学汉语 生活英语 I prefer studying Chinese to studying English 所以更喜欢 doing一 胜过 to doing二 好了 那同学老师 那个to do怎么接啊 你想象一下 同学老师知道了 prefer to do to to do 大家想 哪有那么多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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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太费心了 所以to do的时候呢 咱们就不用出表比较了 可以用prefer to do rider than do 比如还是那个 更喜欢学汉语 生活学英语呢 可以说prefer to study Chinese rider than study English 就可以了 这个从去就没有比较了 就不用出谁出谁了 好了 以上呢 就是本篇文章的主要内容 给大家首先复习了一下 doing 但to do 可以修饰名词 做定语 也可以修饰句子 做状语 还有呢 就是给大家讲解了一个小的知识点 关于宾语从句的省略 同时给大家补充一些重要的词 比如说prefer 比如说forget 以上呢 就是本篇文章的主要内容 非常感谢各位团队在新听 我们待会脱脚换节节 这两个单词 前两个大家发现长得很像吧 但注意 读音和词性词义都不一样 咱们先看第一个单词 它读成loose loose 它是作为动词 表示丢失 迷路的意思 还可以表示失败 好了 看这句话 I don't like losing my way 我不喜欢丢了我的路 也就是不喜欢迷路的意思 在这里呢 loose 作为动词 表示丢失 迷路 失败 那再看第二个单词 loose 它读成loose 是 清音的 清复音的 loose 它是作为形容词 表示松的 比如说看这句话 several screws have come loose I'll come I'll have to tighten them screws表示螺丝 几个螺丝怎么样呢 变得松动了 这里是loose 表示形容词松动的 所以呢 我得把它们紧起来 Taten them 好 再看最后一个单词 mease I'm I-S-S 它是作为动词使用的 两个意思 错过和想念 大家发现没有 人就是这样子的 就是经常会怎么样呢 就是因为得不到 才总觉得它是最好的 因为错过而想念 是吧 I miss you but I missed you 我想你 为什么呢 因为我过去错过了你 I miss you but I miss you 这是非常经典的 一个流传的句子 好了 那来看一下这两句话 We haven't seen you for a long time We have missed you 我们很久没见你了 我们很想你 Miss you 是吧 想念你 We must hurry or we'll miss the train 我们必须得赶快了 否则怎么样呢 我们就要错过 赶不上去的车了 Miss 要是错过想念 动词 好 它可以表示预期 就是你在头脑当中想 预料到这个事情是什么样子 预期用Expect 它同时呢 还可以做另外一方面 还可以表示什么呢 就是期待 你心里怀着这个期待的心情 这个叫做Expect 那再看这个词 Wait for Wait for表示 实实在在的等着 所以这个Expect 比较倾向于什么呢 就是头脑当中的想象 和心里的这个期待 叫做Expect Wait for 是表示实实在在的等着 他们俩不一样 看这句话 The trip to be longer than expected 我这个旅行花费更长时间 跟什么相比呢 跟我这个头脑当中 预期预料的相比 再看这句话 I am expecting Jack to arrive at 6 o'clock 我正在怎么样呢 期待 等待着他 什么呢 等待他6点钟来 But I shall not wait for him If he's not here by 6.15 就是我不等他了 如果他要是6点15还没到 我就不等了 那在这里大家注意 Expect 什么意思呢 它指的是心理上的这个期待 而这个Wait for 指的是实际上的这个等待 对吧 所以他们还是有一定的差别的 好 那关于这个词呢 我们就说到这儿 最后一部分呢 来给大家常规的总结一下 本篇课文当中出现的 不规则变化动词 首先注意这个单词 forget 忘记 过去是forgot 过去分词forgotten anji分词呢forgetting 还有这个单词就是 prefer 双写R 加一D 双写R 加ing 所以变成 pre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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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fering 可以吧 好了 以上呢就是本篇课文的主要内容 非常感谢各位同志欣听 我们稍后见 拜拜